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是去往西天取经的猴哥 从吴承恩底下的《西游记》到众多文艺作品的演绎形象 孙悟空究竟是如何被创作出来的 又为何能活那么多年 老人故事会为您讲述 猴哥不只是一个传说 孙悟空在书里头写 话说东盛神州奥来国 有一花果山 有这么一块石头 踩天地之灵气 居日月之精华 有这么一天 炸开眼睛 里边蹦行尸 其实这个说法 在民间有很形象的解读 比方说咱们有的时候 家里老人 一说到谁 对谁不近人情 表示不屑一顾 你怎么的 没爹没麻 你石头里蹦出来的 这在民间 咱们经常都听到这话 这什么意思 意思说你这个人没人情味 你怎么跟石头里蹦出来 这就说孙悟空 没爹没麻 天生地长 那么吴承恩为什么要这么写孙悟空呢 其实这里头大有神意 那么把孙悟空设计成石头里蹦出来 天生地长 他有个好处 就是此人无父无母 无情无故 因此不受任何人情的约束 可以无法无天 不要人脉 不是社会关系 所以他这么写 为了什么 为了将来孙悟空大闹天宫 谁劝我也不听 我不在乎那个 什么玉皇大帝 什么如来佛祖都不在乎 所以他这么写孙悟空的来历 是有神意 是说他将来会无法无天 天生地下 让他几乎给闹变了 那么其实这个闹 仅仅是孙悟空开始 你会发现一开始 他是不受社会规范约束的 一直到大闹天宫之后 如来佛祖 一伸手把他压到五星山底下 等他再出来 那不行了 你不能这么无拘无束 无法无天 你得回到正常的社会系统当中 所以保着唐僧确立师徒关系 和猪八戒杀和尚 确立师兄弟关系 然后这一路上 归归聚居 历经九九八十一难 最后成为斗战圣佛 修成正国 回到正常的系统当中 也就是孙悟空 从未经驯化 到经过驯化 到修成正国 他由开始无法无天 变成了一个听话的猴子 所以西游记是体现了这个过程 包括孙悟空的名字 他为什么叫孙悟空 谁给他起的 他原来他没姓 天生地长 哪有人 你没爹没妈 谁给你姓 谁给你名 这个名字是他师父给的 他师父是谁 咱们都知道 灵台方寸山 邪悦三行动 你姓什么 叫什么名字 弟子是花果山石 邦略所生 孤儿 无名无信 原来你是天生地长 我看你相貌举止 像个狐孙 你就姓孙 发明悟空 好吗 师父 师父送我了 我有名字了 所以给他起名 为什么叫悟空呢 这就是暗示着他跟佛教的缘分 悟是什么 领悟 觉悟 修炼 你像咱说和尚 和尚什么意思 就是觉悟的人 叫和尚 所以这悟字指修炼 空是什么 咱们经常说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就是到了修炼到一定程度 你就到无我境界了 什么都无所谓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所以他说的是孙悟空经纪9981 到最后修炼到无我的境界 他是说的是佛教一个修行过程 所以他这个名字和他出身来历 都和孙悟空后来的故事发展 是密切相关的 那么有人说吴承恩 他怎么这想象力这么强 能造出这么一个孙悟空的人物 他可不是凭空造出来 这个孙悟空也是有来历 他这来历 现在给总结有那么四五样 有人说根据这根据那 其实很可能是吴承恩来个组装 合成 把各种传说揉到一块 你比方说有一种说法认为 这不是唐僧西天取经 西天取经到哪 就天竺到印度 所以说这个胡孙胡孙 应该不是指侯 而是指胡僧 胡僧胡僧这是歇音 胡僧是什么 外国和尚 就是孙悟空本来来自外国和尚 就是说这个唐僧西天取经 到了这个中亚地区 又到了南亚地区 这一道是见到很多胡人 就外国人 在当时中国人眼里看来 这胡人这含末比较发达 长得这高壁深木 中国人认为这都没进化好的 跟猴似的 所以管这胡僧胡孙 有这么个起外号的 所以有人就怀疑说 这个恐怕这个孙悟空 保唐僧取经 这其实是某个胡僧 外国和尚陪着唐僧 还真有这根据 在陕西榆林 有一个佛教的师库 里头有一组句话 叫唐僧取经图 就在唐僧身边 陪这个外国和尚 谁知道这毛发很发达 名字叫石潘陀 外国和尚 长得尖嘴后三 雷公嘴 你看着那孙悟空差不多 有人就怀疑 这可能就是当时的真事 就是一个胡僧 外国和尚陪唐僧取经 玄奘法师回到西安之后 有人把这段记下来了 吴承恩根据这个 创造出孙悟空形象 还有的认为说 你说这是外来说 我不支持这个 咱们自己国家就有这悟空 咱都知道和尚 法号前头带个士字 表示是佛家子弟 少林寺方丈 永信和尚叫士永信 所以唐朝的时候 比唐三藏 唐僧 晚四十年 有这么一位和尚 叫士悟空 法号悟空 他是在唐僧之后 也去西天取悟空 是跟着唐朝使者出使西域 这个俗家名字叫车凤朝 大概跟唐朝使者出去是公元751年 这人回来之后 也翻译了不少佛经 比如说你看他叫士悟空 还在唐僧之后四十年去的 吴承恩是不是就把这真事跟着揉一块了 也叫悟空 这也完全有可能 当然这是很多人赞同观点 还有一些小众一点观点 是有一些文化学者提出来 你比方说鲁迅 鲁迅提出来 孙悟空根本不是薄来品 跟外国没关系 他就是咱们本民族的 他找个什么根据 说你看 《山海经》里头有这么段故事 就大雨治水的故事 大雨治水经过淮河 淮河兴风作浪经常绝口 谁看着呢 淮河有个水神 这水神名叫吴之奇 这个水神什么模样呢 身高大概就是几十丈 顶天立地 长相是什么 就跟猴一样 也火眼金睛 说这水神总闹事 最后大雨来了一看 这不行 我得收拾你 大雨施法术 把这个水神吴之奇 压到了龟山底 你看 孙悟空是压在哪 五星山底 这压到龟山底 多像 唯一不像的是 孙悟空哪有那么高 其实这还真有根据 咱们看西游相摸没有 最后那个大日如来 金刚掌往下一压 孙悟空转化成一个什么 你看这哪孙悟空 这不金刚 跟好莱坞那电影 金刚差不多 吴之奇就是金刚 有人断说这鲁迅先生就说跟胡僧没关系 他是咱们自己土生土长的神仙 叫吴之奇 被压到山底下来 吴承恩听说这事 那咱们把这写进来 当然我们知道跟鲁迅当时并列的有另一位文化大学者 胡适 胡适和鲁迅观点不一样 说他还是不来 外来的 哪来的 印度 有一部红篇巨制 史诗 这个史诗里边 就曾经提到了有这个 这史诗名叫罗摩雅纳 有一点类似河马史诗 像藏族的格萨尔王传 这类史诗 说这里头有那么一个神猴叫哈努曼 说这个神猴就是孙悟空的原型 他有根据 这神猴法力无边 也会变化 孙悟空会七十二变 而且这哈努曼的诞生年代 比唐僧取经的年代还得早一千年 咱们都知道 但凡我这作者要根据传说写书 要是传说 那年头短不了 要很短 他不可能流传那么广 所以他早了一千年 有可能这事就过来了 所以胡适认为孙悟空原型 谁猴哈怎么办 你看刚才我们说有支持本土诞生的 有支持是外来品的 总而言之 我猜想吴承恩听的绝不止就这点 他肯定是这四五件事 掰开了如碎了 最后弄出个孙悟空的 这个可能性比较大 那么还有一点特有意思的时候 你翻开西游记原著 你发现一个事实 咱们说西游记第一主角谁 咱都认为是孙悟空 可是原著你翻开 你统计一下 你就发现 写唐僧的笔墨要多于孙悟空 那可是为什么咱们现在认为孙悟空是第一主角呢 其实是让很多影视作品给闹了 在京戏里边 咱说生诞静莫丑 神医老虎狗 当有一行当 就是侯戏 在京戏里头能跟侯戏并列的 还有一种戏叫老爷戏 就官公戏 你说这两个能在众多行当里 单独以个性人物来命名 就看出它影响来了 这侯戏呢 过去咱们有位京剧名家李少春 脸头演得好 当时他在台上演这个像真家美猴王啊 像闹天宫啊 三大白骨精啊 那基本上万人空相 买不着票 影响大到什么程度呢 在这五六十年代啊 李少春演三大白骨精 毛主席 带着当时的政局领导图来看 这这口气影响特别大 那对于像我们这个年岁的人呢 小的时候看的最有意思的动画词 是大闹天宫 大闹天宫咱们有很多朋友都看过 那是新中国成立之后 第一部在国际上打开名誉的动画表 那时候我们的动画 说白了什么日本动漫 那都跟咱后头的 这些年人的发展比咱好 咱得承认 那时候他们远远落后于中国的动漫水平 这个大闹天宫呢 做得非常精细 最有意思的孙悟空的脸 大家还记得吗 可好玩的 一个陶型脸 绿眉毛大红裤子虎皮裙 看着特精神 怎么来的呢 当初创造孙悟空这形象 这个画一稿 那个画一稿 动画都不满意 最后有人就琢磨 怎么办呢 你看孙悟空猴 猴不愿意吃啥 桃 得 就用桃当他的脸 把这桃倒过来 就是他那脸 那绿眉毛怎么来的 桃上面是俩绿叶呢 绿眉毛 所以这个形象 非常符合我们对猴的认知 这大闹天宫当时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那么光是靠这个京剧 这种舞台艺术和动画艺术 不足以让孙悟空扎根在每个人心里 孙悟空扎扎实实成为西游记第一主角 那还得说咱那时候八七版西游记 当时杨洁导演导的西游记 就是六小灵童演孙悟空 这个可在咱心里 那算扎扎实实扎了根 那么我们现在一想起来 说孙悟空 你要想那活灵活现的形象 保准是六小灵童演的 当初他是怎么演上的 本来这个杨洁导演挑人 说谁来演孙悟空 就想到了 有南猴王之称的张宗一 这张宗一姓历早章 谁呢 就是六小灵童他亲爹 这个张宗一一家演猴戏 他往上边查 他爷爷叫活猴张 他爸爸叫赛活猴 到张宗一这辈叫南猴王 说北猴王是谁 就我前面说的京剧名家李少春 南猴王张宗一 找到张宗一 张宗一说我岁数大了 真力不充心 拍戏拔山涉水 当时八十年代条件还差 我真扛不下来了 那么当时他家里头也不是没人 可惜的是出了一些变故 这不是张宗一称为南猴王 他六岁的时候就能登台 所以一名叫六灵童 这个张宗一的儿子 就是我们说六小灵童 张金来的亲哥哥 叫张金星 一名叫小六灵童 他爸爸叫六灵童 他叫小六灵童 这个孩子戏非常好 可惜的是十六岁那年 得了白血病 他给我讲很多小人说的 西游记的故事 可以说如果当时没有哥哥跟我的 这么一段经历 肯定我不会演孙悟空 而且我认为如果他在世 演孙悟空 应该是他 应该是电视剧的西游记的孙悟空 当中他演的话 应该比我是演得好 是这本小人说吗 对 我记得他在临死的时候 他跟我说 他说我就要死了 我说什么叫死 他说死就是你再也见不到我了 我说我怎么才能见到你 他说当你演成美猴王的那一天 所以正是在这种信念的鼓励之下 这个张金来 本来小时候都不打算学这个了 开始跟着爸爸 等于是接过他哥手里这旗帜 开始演猴戏 那么你看自己哥哥叫小六灵童 他不能再叫这一名了 到个儿吧 叫六小灵童 他爸爸叫六灵童 所以这个时候老的男猴王张宗毅把自个儿这个儿子六小灵童张金来推荐给杨洁导演 说你看我这个儿子不错 能不能演 杨洁开始没想中的 为什么 这个猴火眼金睛 你像我这不可能能演你戴眼镜是近视眼散光你怎么演 张金来当时什么状况 400度近视外加散光 你这近视眼人窄了镜子看人就发死 所以杨洁导演一看这人能演孙悟空吗 冤头搭了脑袋 在家孩子还内向 看神圣倒行 那你学猴戏的能不像吗 抓耳朵才那劲都像 这眼神不行 行 备用 我再考虑考虑别人 转了一大圈又挑了五六个都不行 最后没招的还找他 找他可是找他 我得告诉你 你这眼睛可不行 张金来想个办法怎么练 早上不拍戏 我就去长时间的看日出 最多能20分钟 看日出 对 就一点点起来你看就可以眼神不动 现在我看到很光的光速墙那个都可以不眨眼睛 晚上我会点一株香 找那个香的一个烟头 找那个感觉 那么这个就是在找一个试点 妖怪 你看猴那个眼神他就练出来了 所以后来演电视 你可绝看不出六小灵童是400度近 是外加散光 当然演这猴戏他得遭不少罪 怎么遭罪 你看 比较典型的就是化妆 那是条件差 猴毛都往上沾 当时剧组里一提化妆都头疼的俩人 一个是六小灵童 一个是马德华 就演猪八戒的 你得往上沾猪脸 他俩化妆是在客气的 猴哥您先请 大爷子你先来 他俩还让 为什么让 先化妆化完了 你为了开戏 你不得等待后化妆 等一会东西在脸上又多沾一个多小时 所以俩人总客气 你先来 大爷子你先来 最后化妆是一块来 你俩别给脸不要脸 当时拍戏的时候条件是非常艰苦的 但是你不管怎么艰苦 你后来看拍出的效果非常好 虽然当时这特技没有后来几百西游记那么炫 但是你就觉得这个人物刻画 这个演技水平是很高明的 师父 小精不出 怕你难取真净 乱杀好人 取精何用 悟空 为师的 错怪你了 师父 悟空 八戒 这是怎么回事的 我知道了 一定是那玉帝老儿搞的鬼 这回我一定要和他干到底 老年故事会为您讲述 猴哥不只是一个传说 好 欢迎您回到中国酒魂粉酒冠名赞助播出的老年故事会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为什么孙悟空是第一主角 他实际跟影视剧这种立体轰炸是分不开的 因为这个人物形象比唐僧本身要更鲜活 也正是因为影视剧这种改变才造成了我们了解到的孙悟空 比原著版的更高大更伟岸 所以他成为西游记第一主角 而且后来好多作品 它比原著发展的更多 你比方说我们看原著里头 写孙悟空也有人性 也了不起 七十二遍 神通广大 可是唯独西游记里没写到孙悟空爱情 连个母猴都没提 可是后来的艺术作品把这个遗憾给弥补 咱都知道周星驰的大话戏 又是白晶晶 又是紫霞仙子 就把孙悟空写得非常深情 最后看透了情感 看破了红尘 才跟着唐僧取经 而且取经路上 那不是周星驰和朱银在城墙上拥抱 这孙悟空给施法处让他俩在一块 然后扛着棒子 一路溜达过去了 那个结尾令人感觉心神荡漾 就说孙悟空还是未能忘情 这个等于在艺术领域 就把孙悟空这形象弄得格外风暗 所以你看今天我们看 从西游记到影视剧 基本把孙悟空方方面面的东西给写全了 你比方说西游记里把孙悟空的猴性立起来了 把孙悟空的神性立起来了 由猴到神 中间人这个环节 西游记也写到了 周星驰的大话西游也拍到了 猴 人 神 猴性 人性 神性 可是没完 到现在艺术作品的发展 又补上了孙悟空一个最原始的本能特性 那就是兽性 他毕竟是野兽 这个兽性怎么体现的 就是西游湘漠漠篇里边 那个随便吃人 那个凶残狠毒的孙悟空 所以咱们节目最后 一起来看看西游湘漠篇里是怎么树立起孙悟空的 是不幸 不错 今天玩得很开心 对 只是玩玩 我也很开心 我先告辞 到你了 在西游记的中国情节中 大闹天宫如仪是最精彩的篇章 纵空盗取定海神针 修改升级部 大闹安排队 砸毁八卦炉 这一章节被改编过多种艺术情绪 其中最具影响力的 当时1961年 1964年的动画影片 大闹天宫 老梁故事会为你讲述西游记 大闹天宫 好 感谢您收看这期老梁故事会 老梁故事会是由中国酒魂粉酒冠名赞助播出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当时的真事就是一个湖僧外国和尚陪唐僧取经 玄奘法师回到西安之后有人把这段记下来了 吴承恩根据这个创造出孙悟空形象 还有的认为说你说这是外来说 我不支持这个 咱们自己国家就有这悟空 咱都知道和尚 法号前头带个士字表示是佛家子弟 少林寺方丈 永信和尚叫士永信 所以唐朝的时候 比唐三藏唐僧 晚四十年有这么一位和尚 叫士悟空 法号悟空 他是在唐僧之后也去西天取过境 是跟着唐朝使者出使西域 这个俗家名字叫车凤朝 大概跟唐朝使者出去是公元751年 这人回来之后也翻译了不少佛经 比如说你看他叫士悟空 还在唐僧之后四十年去的 吴承恩是不是就把这真事跟这揉一块了 也叫悟空 这也完全有可能 当然这是很多人赞同观点 还有一些小众一点观点 是由一些文化学者提出来 一般说鲁迅 鲁迅提出来 这个孙悟空根本不是柏来品 跟外国没关系 他就是咱们本民族的 他找个什么根据 说你看 《山海经》里头有这么段故事 就大雨治水的故事 大雨治水经过淮河 这个淮河兴风作浪经常绝口 谁看着呢 淮河有个水神 这水神名叫吴芝齐 这个水神什么模样呢 身高大概就是几十丈 顶天立地 长相是什么 就跟猴一样 也火眼金睛 说这水神总闹事 最后大雨来了 一看这不行 我得收拾你 大雨施法术 把这个水神吴芝齐压到了龟山底 你看 孙悟空是压在哪 五星山底 这压在龟山底 多像 唯一不像的是 孙悟空哪有那么高 其实这还真有根据 咱们看西游相摸没有 最后大日如来 金刚掌往下一压 孙悟空转化成一个什么 你看这不金刚吗 这跟好莱坞那电影 金刚差不多 吴芝齐就是金刚那个 有人断说这鲁迅先生就说跟胡僧没关系 他是咱们自己土生土长的神仙 叫吴芝齐 被压到山底下来 吴承恩听说这事 那咱们把这写进来吧 当然我们知道跟鲁迅 当时大大天宫 当时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吴芝齐 不 loves 按祈天大盛的面前可没有你的作为 mad 黄老 将你的谈覃会开的再热闹些 那么光是靠这个京剧 这种舞台艺术和动画艺术 不足以让孙悟空扎根在每个人心里 孙悟空扎扎实实成为西游记第一主角 那还得说咱那时候八七版西游记 当时杨洁导演到的这个西游记 就是六小灵虫演孙悟空 这个可在咱心里 那算扎扎实实扎的根 那么我们现在一想起来 说孙悟空 你要想那活灵活现的形象 保准是六小灵虫演的 当初他是怎么演上的 本来杨洁导演挑人 说谁来演孙悟空 就想到了有南猴王之称的张宗毅 张宗毅姓历早章 谁呢 就是六小灵虫他亲爹 张宗毅一家演猴戏 他往上边查 他爷爷叫活猴张 他爸爸叫赛活猴 到张宗毅这辈叫南猴王 说北猴王是谁 我前面说的京剧名家李少春 南猴王张宗毅 找到张宗毅 张宗毅说我岁数大了 真力不充心 拍戏拔山涉水 当时八十年代条件还差 我真扛不下来了 那么当时他家里头也不是没人 可惜的是出了些变故 这不是张宗毅称为南猴王 他六岁的时候就能登台 所以一名叫六灵虫 张宗毅的儿子 就是我们说六小灵虫张金来的亲哥哥 叫张金星 一名叫小六灵虫 他爸爸叫六灵虫 他叫小六灵虫 这个孩子戏非常好 可惜的是十六岁那年 得了白血病 他给我讲很多小人说的 西游记的故事 可以说如果当时没有哥哥跟我的 这么一段经历 肯定我不会演孙悟空 而且我认为如果他在世 演孙悟空 应该是他 应该是电视剧的西游记的孙悟空 当中他演的话 应该比我是演得好 是这本小人书吗 对 我记得他在临死的时候 是大道天宫 大道天宫 咱们有很多朋友都看过 那是新中国成立之后 第一部在国际上打开名誉的动画片 那时候我们的动画 说白了什么日本动漫 那都跟咱后头的 这些年人的发展比咱好 咱得承认 那时候他们远远落后于中国的动漫水平 这个大道天宫做得非常精细 最有意思 孙悟空的脸大家还记得吗 可好玩的 一个桃形脸 绿眉毛 大红裤子虎皮裙 看着特精神 怎么来的 当初创造孙悟空这形象 这个画一稿 那个画一稿 动画都不满意 最后有人就琢磨 怎么办 你看孙悟空猴 猴不愿意吃啥 桃 得 就用桃当他的脸 把这桃倒回来 就是他的脸 那绿眉毛怎么来的 桃上面是俩绿叶 绿眉毛 所以这个形象 非常符合我们对猴的认知 这大纳天宫 当时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一地篮 按七天大圣的面前 可没有力的过位 黄欧 将你的谈讨会开得再热闹些 拿酒来 那么光是靠这个京剧 这种武器的武器 舞台艺术和动画艺术 不足以让孙悟空扎根在每个人心里 孙悟空扎扎实实成为西游记第一主角 那还得说在那时候八七版西游记 当时杨洁导演导的西游记 就是六小灵童演孙悟空 这个可在咱心里 那算扎扎实实扎的根 那么我们现在一想起来 说孙悟空 你要想那活灵活剑的形象 保准是六小灵童演的 当初他是怎么演上的 本来这个杨洁导演挑人 说谁来演孙悟空 就想到了 有南猴王之称的张宗一 这张宗一姓历早章 谁呢 就是六小灵童他亲爹 这个张宗一一家演猴戏 他往上边查 他爷爷叫活猴张 他爸爸叫赛活猴 到张宗一这辈叫南猴王 说北猴王是谁 就我前面说的京剧名家李少春 南猴王张宗一 找到张宗一 张宗一说我岁数大了 真力不从心 拍戏拔山涉水 当时八十年代条件还差 我真扛不下来了 那么当时他家里头也不是没人 可惜的是出了一些变故 这不是张宗一称为南猴王 他六岁的时候就能登台 所以一名叫六灵童 还能见到你 他说当你演成美猴王的那一天 所以正是在这种信念的鼓励之下 这个张金来本来小时候都不打算学这个了 开始跟着爸爸 等于是接过他哥手里这旗帜 开始演猴戏 那么你看自己哥哥叫小六灵童 他不能再叫这一名的道个儿叫六小灵童 他爸爸叫六灵童 所以这个时候老的南猴王张宗一把自己儿子六小灵童张金来推荐给杨洁导演 说你看我这个儿子不错能不能演 杨洁开始没想中的 为什么 这个猴火眼金睛 你看我这不可能能演 你戴眼镜近视眼散光 你怎么演 张金来当时什么状况 四百度近视外加散光 你这近视眼人窄了镜子看人就发死 所以杨洁导演一看 这人能演孙悟空 院头搭了脑袋 在家孩子还内向 看神圣倒行 你学猴戏的能不像吗 抓人脑猜那这都像 这眼神不行 行 被用 我再考虑考虑别人 转了一大圈又挑了五六个 都不行 最后没招了 还找他吧 找他可是找他 我得告诉你 你这眼睛可不行 张金来想个办法 怎么练呢 早上不拍戏 我就去长时间的看日出 最多能二十分钟 看日出 对 就一点点起来 你看 就可以眼神不动 现在我看到很光的 光速墙那个都可以不眨眼睛 晚上我会点一株香 找那个香的一个烟头 找那个感觉 那么这个就是在找一个试点 妖怪 你看猴那个眼神 他就练出来 所以后来演电视 你可绝看不出 六小灵童是四百度近 是外加散光 当然演这猴戏 他得遭不少罪 怎么遭罪 你看 比较典型的就是化妆 那是条件差 猴毛都往上粘 当时剧组里 一提化妆都头疼的俩人 一个是六小灵童 一个是马德华 就演猪八戒的 你得往上粘猪脸 他俩化妆是在客气的 后哥您先请 大爷子你先来 他俩还让 为什么让 先化妆化完了 你为了开戏 你不得等待后化妆 等一会东西在脸上 又多粘一个多少时 所以俩人总客气 你先来 大爷子你先来 最后化妆是 一块来 你俩别给脸 不要脸 当时拍戏的时候 条件是非常坚固 但是你不管怎么坚固 你后来看拍出这效果非常好 虽然当时这特技 没有后来几百西游记那么炫 但是你就觉得这个人物刻画 这个演技水平是很高明的 师父 小情不出 怕你难取真经 乱杀好人 取经何用 悟空为师的错怪 他能听到这话 这什么意思 意思说你这个人没人情味 你怎么跟石头里蹦出来 这就说孙悟空 没爹没麻 天生地长 那么吴承恩 为什么要这么写孙悟空呢 其实这里头大有神意 那么把孙悟空设计成 石头里蹦出来 天生地长 他有个好处 就是此人无父无母 无情无故 因此不受任何人情的约束 可以无法无天 不要人脉 不是社会关系 所以他这么写 为的什么 为的将来孙悟空大闹天宫 谁劝我也不听 我不在乎那个 什么玉皇大帝 什么如来佛祖都不在乎 所以他这么写 孙悟空的来历 是有深意 是说他将来会无法无天 天生地下 让他几乎给闹变了 那么其实这个闹 仅仅是孙悟空开始 你会发现一开始 他是不受社会规范约束的 一直到大闹天宫之后 如来佛祖 一伸手把他压到五星山底下 等他再出来 那不行了 你不能这么无拘无束 无法无天 你得回到正常的社会系统当中 所以保着唐僧确立师徒关系 和猪八戒杀和尚确立师兄弟关系 然后这一路上 归归聚居 历经九九八十一难 最后成为斗战圣佛 修成正国 回到正常的系统当中 也就是孙悟空从未经驯化到经过驯化到修成正国 他由开始无法无天变成了一个听话的猴子 所以西游记是体现了这个过程的 包括孙悟空的名字 他为什么叫孙悟空 谁给他起的 他原来他没姓 天生地长 哪有人 你没爹没妈 谁给你姓 谁给你名 这个名字是他师父给的 他师父是谁 咱们都知道 灵台方寸山 邪悦三行动 扑天落 你姓什么 叫什么名字 弟子是花果山石 邦列所生 孤儿 无名无信 原来你是天生地长 我看你相貌举止 像个狐孙 你就姓孙 法名悟空 好吗 师父 师父受我了 我有名字了 所以给他起名 为什么叫悟空 这就是暗示着他跟佛教的缘分 悟是什么 领悟 觉悟 修炼 你像咱说和尚 和尚什么意思 就是觉悟的人 叫和尚 所以这物字指修炼 空是什么 咱们经常说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也来 吴承恩听说这事 那咱把这写进来 当然我们知道跟鲁迅当时并列的有另一位文化大学者 胡适 胡适和鲁迅观点不一样 说他还是波来平 外来的 哪来的 印度 有一部红篇巨制 史诗 这个史诗里边 就曾经提到了有这个猴 这史诗名叫罗摩掩纳 有一点类似河马史诗 像藏族的格萨尔王传 这类史诗 这里头有那么一个神猴叫哈努曼 所以这个神猴就是孙悟空的原型 他有根据 这神猴法力无边也会变化 孙悟空会72遍 而且这哈努曼的诞生年代 比唐僧取经的年代还得早一千年 咱们都知道 但凡我这作者要根据传说写书 要是传说 那年头死不了 要很短 它不可能流传那么广 所以它早了一千年 有可能这事就过来了 所以胡适认为 孙悟空原型 神猴哈努曼 你看刚才我们说有支持本土诞生的 有支持是外来品的 总而言之 我猜想吴承恩听的绝不止就这点 他肯定是这四五件事 掰开了揉碎了 最后弄出个孙悟空 这个可能性比较大 那么还有一点特有意思的是 你翻开西游记原著 你发现一个事实 咱们说西游记第一主角谁 咱都认为是孙悟空 可是原著你翻开 你统计一下 你就发现 写唐僧的笔墨要多于孙悟空 那可是为什么咱们现在认为孙悟空是第一主角呢 其实是让很多影视作品给闹了 在京戏里边 咱说生诞静默丑 神医老虎狗 当有一行当 就是猴戏 在京戏里头能跟猴戏并列的 还有一种戏叫老爷戏 就关公戏 你说这两个能在众多行当里单独以个性人物来命名 就看出他影响来了 这猴戏呢 过去咱们有位京剧名家李少春 脸猴演得好 当时他在台上演这个 像真家美猴王啊 像闹天宫啊 三大白骨精啊 那基本上万人空相 买不着票 影响大到什么程度呢 在这五六十年代啊 李少春演三大白骨精 毛主席 带着当时的政区领导书来看 这是猴戏影响特别大 那对于像我们这个年岁的人 小的时候看的最有意思的动画词 是大到天宫 大到天宫 咱们有很多朋友都看过 那是新中国成立之后 第一部在国际上打开名誉的动画片 那时候我们的动画 说白了什么日本动漫 那都跟咱后头呢 这些年人的发展比咱好 咱得承认 那时候他们远远落后于中国的动漫水平 这个大到天宫呢 做得非常精细 最有意思